大家好,在春季天竹葵还属于它的花旗 它还是能够不断的分化这些花梗,不断的开花的 那么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记住三个口诀 养起天竹葵来就简单很多了 第一个,拜花花梗及时剪 这种花朵已经开泄的花梗呢 一定要及时的把它除掉 不然的话它会从这个位置一路蔓延往下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腐败的问题 因为春季这个气候比较潮湿而且比较闷热 那么这个细菌它的繁衍速度就非常快 它会一路顺着这个花梗往下蔓延 所以发现这个花朵开败了之后 及时的给它清理掉 第二个,老残叶片不要留 这种发黄的叶片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理掉 因为春季这个闷的环境 很容易就让这个天竹葵出现浪根的问题 这种老黄的叶片尤其还消耗养分 还会增加这个植株的负担 还会阻挡这个植株的通透性 所以这种老残的叶片及时给它剪掉 不要让它留在上面 第三个,及时增肥壮根系 在现在要给它增加一些养分 因为现在还属于天竹葵它的花期 在现在它开花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漂亮 那么现在就要及时的给它增肥 而且用的这个肥还要带有这个增根状根的能力 那么就给它浇这种增根状根型的营养液就可以了 既能增状它的这个花朵 还能够养一下它的根 对于春季天竹葵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每隔七天左右给它浇一次 一比一千左右的这个水溶液 往它的盆里面就行了 春季养天竹葵 记住这三句口诀 妥妥的能够让它安全生长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